大型公司進口複勒快篩 爆出以中國製裂脂假貨混沖 中央地方政府都因此受害 五月十號衛福部公告 核准大型進口複勒快篩 地方政府應有大量需求 陸續開始探尋 廠商掛保證能短時間到貨 不少單位採用限制性招標 根據政府採購網資料顯示 屏東縣春日香公所 五月十九號是所有單位當中最早決標 中央包括國防部軍醫局 內政部地方單位桃園市府 新北市府民政局 新竹縣竹北市公所陸續採購 北市也在五月下旬 花了近千萬採購十萬劑 高雄市政府則一口氣 購入一百萬劑 根據了解大興分批出貨 快篩試劑有真有假 試圖魚目混珠卻被抓包 如今不少單位緊急辦理退貨事宜 不過美國FDA早在三月就曾示警 附了快篩試劑在美國境內 由中國杭州的假貨充斥市場 指揮中心是否沒注意到相關訊息就核發 EUA 這個廠商所提供的數據 各方面的資料來做核發 廠商當初繳交的資料沒問題 確趁政府急買快篩之際 先賣真貨取信再拿假貨充數 趁機大發國難財 如今假貨被抓包勢必要為勞亂防疫付出代價 三月許簽著軍 泰北報導